台湾近来飞弹试射接连出包 国军22日于屏东九宏基地 进行年度精准武器射击时 两枚英式飞弹因为火箭要助 燃烧异常脱索爆炸 23日在台中清泉岗基地 举行IDF经国号战机演练时 一枚天剑二型的飞弹 抛出后却没有点火 如同自由落体直接坠海 索性均无人员伤亡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 它具备社会不理能力 算是一个主动雷达导引的 空对空飞弹 是IDF从事四具外空战一个利器 也因此 如果这个飞弹存在一个品质 或不稳定或可靠度 有问题的状况下 势必对空军的整个防空作战能力 特别是IDF部队会产生很大影响 台湾海峡是国际公认防空系统 最密集的区域 国军主要拥有三大防空系统 分别是英式飞弹 爱国者二改良型和爱国者三 国产的天宫一和天宫二型 其中又以英式飞弹服役最久 自1960年投入战备至今已经快60年 事实上英式飞弹脱索过去 已经发生过许多次 除了可能与其年事已高有关以外 郑继文还说 在台湾英式飞弹的服役阵地 通常都是靠海边 因此它在台湾这种高温高湿度 特别在海边又高盐分的状况下 执行战备任务的英式飞弹 它本身是储存或者保存条件 那可能就不及新一代这些天宫或爱国者 空军初步研判 因为推进火箭的燃料药助异常所致 并对两起意外表示立即检讨 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郑绒峰说 郑继文还说 接连出包显示飞弹可靠度令人不太放心 也反映先前美国智库建议台湾的空防 应该要多增加飞弹来取代战机的看法 受到挑战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